民進黨其實執政兩年多 蔡英文最大的問題 所有的政策 長長法夾彎 從我們的這個勞基法 到我們的空 空物的問題 能源的政策 不斷地在轉彎 一個看起來本來 蔡英文覺得說 我發發紅包 當聖誕老公公 應該是說國人會很高興 拍拍手 沒想到今天八天八個版本 到最後變成從長技藝 如果歲入超 超收的話 也應該去回 回過頭來 去討論說 我們過去去年度 編的稅入 是不是過於保守 我們應該增加稅入 如果真的要去補助 中低收入戶的話 那也應該從社福政策 去好好檢討 從制度面去好好檢討 而不是說只有一次性的發放 但是現在民進黨 在最後階段一年 想要把民調衝高 想要贏回民心 能做的就是大撒錢 但是制度法規都不管 我先講了再說 到最後 因為現在行政院是61個部會 沒有部會首長 然後專業的議題問題找不到人問 所以才變成一天有這麼多個版本 出乎蔡英文的意料之外 到最後變成再多好幾個法夹官 轉到哪裡大家都看不懂了 這麼多個版本也可以去意想到就是說 接下來即便這兩天 民進黨其實本來以為說 這兩天預算結束之後 蘇貞昌就急著上來 所以當時其實按照道理說 如果當時敗選的檢討 馬上賴清德隔天馬上打包走人 那今天或許在政策銜接上 沒有這麼多的問題 但是就是為了預算審完方便 圖方便 所以就今天造成很多主要的政策 沒有人敢負責 也問不到人到最後 今天看起來蔡英文以為是一個加分的政策 到最後八天結果 是一個這樣子的做法 那民進黨的施政方向 如果還是用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找不到方向的結果 十三個月要轉回民心 恐怕人就會非常困難